馬伴執行長蕭旭誠說 這是賴總統指責蔡英文總統時期的投降主義嗎 所戰 集中戰這應該是中共主觀的一個期待 一廂情願的一個想法 有這樣賴清德總統所謂的投降主義派 的話 可不可以幫我們點名一下 我要陪賴總統一起罵他 陪顧部長一起罵他 賴清德總統身為我們的三軍統帥 那麼他在陸關的百年校慶當中 他後面講到絕不接受首戰 集中戰 這樣的一個說法 馬上就遭到了馬英九辦公室的批評 不知道部長你知道首戰 集中戰 這句話是從哪裡出來的嗎 我只知道就是說首戰 集中戰 是一種投降主義 也就是說認為一開始打仗 那我們就要想定這個可能的終戰 那我是覺得我們是防衛作戰 我們要有寸土必爭的決心 那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然後以逐步削弱這個共軍清台的這些能力 然後最後的讓他沒有辦法完成清台的這個目標 在2018年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當中 確實這是我們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報告 但是在第56頁當中 他所寫出來的是中國強調首戰 集中戰 馬辦執行長蕭旭誠說這是賴總統指責蔡英文總統 時級的投降主義嗎 跨著你 跨著剛剛您所說的說法 這是不是割刀菜的喔 是不是一個偷換概念 首戰 集中戰這應該是中共主觀的一個期待 一廂情願的一個想法 有這樣賴清德總統所謂的投降主義派的話 可不可以幫我們點名一下 有這樣的想法的人到底是誰 我要陪賴總統一起罵他 陪顧部長一起罵他 我是願意的 我想我沒有辦法幫賴總統 OK 好 所以你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賴總統意思就是要 知道了 要不斷的不斷的強化我們自我還未能力 我想我也是那麼容易支持 我是問決生我們 是儲了尊lez症 就是我的身影